给您 想找到好的工作得要有一技之长 而像职讯局他们开一半的这个课程 包括了像APP的设计软体班都用 操控着大大的方向盘 每天穿梭在台北市大街小巷 他是公车驾驶高留怀政 在六个月前他还不会开公车 刚好就是公司跟政府有在做配合 有在做这个这个培训的课程 那刚好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资讯 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 因为参加台北市职讯中心培训班而找到工作的 还有他 坎伟良 虽然原本就对城市设计有兴趣 但却没办法在职场上发挥 直到上APP软体设计班才顺利进到杂志社 课程上三个月之后也差不多在过完年之后 就顺利找到这一份工作 所以当初面试主管也是有看到我上过这个课程 才有面试的机会 所以其实多少都是会有帮助吧 加强劳工专业技能 台北市职讯中心定期都会开设各式各样的培训班 民众只要有兴趣都能参加 结业后不但多了一项专 才也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加分 区别新闻林支撑中心台北报道 美国又发生枪击案 消防队员改变